哈囉大家好 我是桑姐 非常感謝各位極品帥哥爵士美女的支持 讓我在前一陣子可以破一件的地面 真是太感動了 為了感謝你們呢 今天我準備了一些禮物想要回饋給你們 所以我要送你們 問號魚 對 這種隻怪怪的魚呢 都是我自己用壓克力顏料畫出來的五幅畫 那這每一幅呢 都有一隻魚 都講得很問號 就是他們的表情就是在說 蛤的那種感覺 那為什麼要送這個禮物給你們呢 就是我覺得與其花錢買禮物給你們 倒不如趁我現在 時間還比較充裕的時候 做一些手做的東西給你們 應該會比較有心意吧 那你們也有看到這五幅畫畫的都是魚嗎 我的名字就是桑姐魚 所以畫這個魚是有意義的 那這每一隻魚呢 它的形狀 或是它的表情 都長得不一樣 也分別代表五種不同的我 所以呢 我就來跟你們介紹一下 這五隻怪怪的魚 到底分別是什麼意思吧 那我現在來介紹第一幅 就是這一個 我稱之為 它叫做小假掰魚 因為呢 我自己的個性 比較多面向一點 我是雙子座 所以呢 我在遇到不同的環境的時候 都會呈現出我不同的人格 所以呢 其實很難用一個面向去定義我自己 我也有安靜的時候 也有我破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呢 就是當我進到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的時候 我就是畫會變得很少 臉部基本上沒有什麼表情 我的情緒 只要沒有多大的波動的話 我的表情就是看起來臭臭的這樣子 所以我很多朋友對我的第一印象就是 我看起來就是一個男親近的人 那這個小假掰魚呢 就代表我人格的最外面那一層 當我面臨完全陌生的情況之下 我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那再來第二幅呢 就是這一個 你們不覺得它看起來很 陳奏嗎 所以呢 我就叫它欠奏魚 那這個欠奏魚的人格呢 大概佔這個頻道百分之八十 都是這個模樣來面對你們的 所以代表其實我還有更多更多的面向 只是呢 在鏡頭前面需要有這樣子的活力 所以呢 我就是用欠奏魚來展現我自己 那這隻欠奏魚呢 其實不只是對你們 只要比較熟的朋友 都可以看到我這個欠奏魚的一面 講話就是比較欠奏 怪怪的 不知道在幹嘛 你們應該懂我意思吧 就是那個吊吊 可是在我現實生活當中 這個吊吊不是一直一直持續的 因為其實要讓自己呈現這麼活潑的一面 還是需要一點精力的 所以通常我在現實生活中呢 只有我心血來潮 或是跟我朋友聊的正嗨的時候 我這個欠奏魚就會跑出來 那這幅畫呢 代表就是我比較活潑的這一面 那下一幅呢 就是這一個 你們也覺得這到底是什麼奇怪生物啊 它的名字叫做大媽魚 那它代表就是呢 其實我這個人是蠻故居小潔的 非常的隨意 尤其是在日常生活中這個大媽的感覺 就是會比較容易展現出來 有時候我真的懶到一個極致 我就是要出門隨便吃個東西而已 我跟你講 那我那個穿搭齁 你真的是會嚇一大跳 就是完全不能看你知道嗎 那個穿搭是我連我自己都會唾棄那種 可是當我這個人格跑出來的時候 就是完全無所謂 我不care別人怎麼看我 我就穿著舒服 隨手拿一件出去就對了 就是這麼隨便 我不知道這個人格之後 會不會稍微克制一點 但是我目前來說 從小到大都是這個樣子 齁這個 齁好啦 就是希望你們可以穿到這一幅啦 這一幅就是我私心還蠻愛的 那第四幅呢就是這一個 與世無爭語 那JJ呢其實代表我的個性呢 比較不會想要跟別人去爭什麼東西 因為我覺得有點懶 加上我自己的個性也不是那種 會跟別人硬碰硬去爭奪什麼東西的人 舉個例子好了 就是呢通常很多人在開車或騎車的時候 一直鑽來鑽去 跟別人不知道在爭什麼東西 然後我呢我開車就是乖乖的直直往前進 就是我不會這邊切然後再超前 然後再切然後再超前 我不會 我就是一個守著自己車道的那個車子 那再至於還有另外一面 我有時候其實是一個蠻害羞的人 如果你要我突然被拉上一個非常多人的講台上 要講出什麼的話 我是講不出話來的 我需要時間準備 我不是一個隨時隨地都可以social的人 那這個與世無爭語呢 他其實還有一點點的善良喔 我覺得我自己算是個蠻善良的孩子啦 有些事情會比較走行 就會覺得他這樣子會不會怎麼樣怎麼樣啊 這樣感覺很可憐之類的 好那這隻與世無爭語呢 他也是長得看起來簡簡單單的 我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希望這一幅呢也是有喜歡的人會喜歡他喔 我自己覺得他長得真的很可愛 那最後一幅呢就是這一個 我叫他 泰式檸檬魚 對它就長得像檸檬 然後我就覺得檸檬它就是一個外表看起來很無害 可是它內心卻是波濤洶洶的東西 那這隻魚呢其實也代表我的內在是同時兼具理性與感性的 那你可以看到這隻魚的外表 他就是長得呆呆的 看起來很理性這樣子 但他其實他的內心是有各種天馬行空 或者是波濤洶洶的情緒 可能你都不知道 所以呢 我就是一個外表看起來很冷靜很理性的感覺 但其實我內心也是有感性的時候 然後這個泰式檸檬魚呢 你們不覺得他真的長得很漂亮嗎 那如果你們是美術系的話 就是不要來跟我這個凡人比較好不好 我是這個凡人畫筆畫出來的東西 所以呢 希望你們還可以接受啦 因為這一服呢 是我自己私心最喜歡的衣服 我真的畫超久的 那介紹完這五隻乖乖的魚之後呢 現在 我就要來跟你們說明 要怎麼樣你才可以獲得這些壓克力化 第一步呢 追蹤我的IG 再來呢 就訂閱這個頻道 幫這支影片按一個讚 在底下留言告訴我你想對我說的話 或者想要問我的問題 那如果你有過問題的話 之後 maybe可能會使用到出現在影片當中 非常期待你們會回怎麼樣留言給我喔 那這五隻魚呢 我會叫剛剛我介紹的順序 依序抽出他們的主人到底是誰 好啦 那前提還是你要喜歡這些畫啦 因為我個人是非常喜歡醜醜的東西 所以我畫出來的東西 所以當然也不會正常到哪裡去 好啦 那如果喜歡我的話 記得訂閱我喔 開啟小鈴鐺 再開的話 記得幫我按一個讚喔 我會非常感謝你 如果想要知道我更多個人生活的話 覺得我IG還有廢話不用講 如果你們要抽的話 這些都已經做了好不好 好啦 那我們下一個影片再見 掰掰 吧 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